我要你很好 耶 继续回到我要你很好的节目当中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 饮食跟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牙齿问题 在我们节目上的是远东牙医林梦如院长 再度的欢迎 哈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那刚刚林院长叶金跟我们先聊到一些 关于中高龄朋友 可能在牙齿上面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跟状况 然后呢也把这个定期就诊的建议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了 那想请教一下林医师 一般牙齿的蛀牙或是牙周病的状况 依照它的严重度可能会进行哪些的治疗 我们先在节目上给听众朋友一些心理的准备这样子 就临床上的专业而言 牙周病可以分大概一到四起 所谓的一到四起是指 第一其实最轻微可能就是牙齦发炎 它并没有造成齿槽骨的破坏或吸收 只有轻微的发炎 那当然依照它的级别越长 表示它的吸收骨 齿槽骨被破坏的吸收越多 那牙齿会开始动摇 甚至于牙周韧带 因为我们牙齿简单来讲 就像树木长在土壤里面一样 它的牙根是被附着在 靠牙周韧带附着在我们的齿槽骨上的 所以就是说假设你的牙周 牙周病顾名思义就是牙齿周围的疾病 牙齿周围有什么 有齿槽骨 有牙银有软组织 然后有牙周韧带 那这些组织牙齿周围的组织 被受到破坏了 就是所谓的第一期到第四期 那你可能第一期是轻微的牙银炎 第二期可能牙周齿槽骨一间断 开始慢慢的有发炎吸收 第三期可能已经造成了 牙齿有一点开始轻微动摇 第四期可能就是非常动摇的情况 这些表示它的齿槽骨已经地基流失了 那这些基本上只要在临床上检查 因为会有一个牙周囊带的探测针 它就会造成 这个就可以利用这个探测针 可以来测试你的牙周被破坏的程度 这是临床上非常专业的东西 那它叫做探测针会不会痛啊 不会不会 它是一个类似扁平片状的 或者是圆柱状的一个小小的器械 那基本上就在探测说 你的牙周囊带的齿槽骨 被吸收掉多少mm 就是那个叫做毫米 对 被吸收掉多少毫米 那依照这个东西再来决定说 你的牙周病的分类大概几期 那怎么样再做临床上 临床上更专业的治疗 不过好处是 因为健保都已经有提供 所谓我们牙周病临床上可以治疗的一个给付了 所以原则上都可以在临床上寻求到专业医师上 专业的治疗 这到现在来讲倒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 对 那刚刚其实林医师讲到牙周在我们的口腔当中是相当重要的 它其实有一点像我们今年很夯的一个话题 土壤一化 然后分成它的这个程度对不对 那程度越高的话 你的这个牙齿可能就越不稳健了 对 就是你的齿槽骨等于是被吸收的越多 对 那齿槽骨一旦被吸收了 你的树木就是你的牙齿一旦失去了所谓的支撑跟依靠 那它想必然了就一定会晃动 是 对 就会发炎晃动这样 那这样的话 我们到底为什么牙周会出现这些问题啊 通常来讲的话 因为口腔里面会有很多的细菌 那你清洁上没有做好或者是食物的堆积 或者是你忽略到了某些该保养的细节的时候 那大部分都是比较轻忽啦 那你就是没有做好基本的保养 那就会有这些牙周的问题产生 是 所以真的就是要从平常累积 然后好好的去保养我们的牙齿啦 那如果说长辈朋友真的是面临到要把针牙去拔除 我们又该如何帮助他们去选择 是要装假牙还是直牙 其实现在市面上选择真的非常多 因为科技也一直在进步吧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帮他们选呢 就专业上的观点来看的话 其实直牙也是所谓我们假牙应付的一种方式 它也是做假牙一种方式 只不过它的好处是 不需要再牺牲掉你缺牙的前后两颗好的牙齿 就是在你缺牙的那个位置 直接执上一个新的人工牙根 你就有新的牙齿 不用像以前需要在架桥的方式做牙桥 所以就现阶段的医学观点来看的话 当然是保存到你最好的状况来是最好的 不用再去破坏到两颗好的牙齿 为了要做一颗假牙 而把前段两颗牙磨小一点点 这样去套一个牙桥 所以就现阶段的医疗技术而言 如果真的必须要面临到 把增牙拔除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会建议病人 只要它是优先考量的一个选项 因为它毕竟就是可以保留到更多的牙齿 把病的咬合更能够维持 在一个很稳定的状况 它是以不破坏其他牙齿的前提下来做的 所以一般来说 医师都会比较建议用直牙的方式 对 因为就现阶段的医疗技术跟医疗器材的设计 或者是它的品管或它的材料的发达来讲的话 应该这都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议题 但是现在临床上是不是还是会有很多的病患 他们是选择不想要直牙而是装假牙 有 当然有 还是有 对 当然还是有的 那通常都是什么样的考量跟原因啊 当然最主要可能是因为他害怕直牙 他会怕说这直牙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手术 然后或者是直牙过程中会不会痛 对 大部分都是疼痛 那再来就是就可能他会觉得直牙的预算会高一点点 对 但是大部分都是怕痛 就是他觉得哇 直牙要在齿枣骨上挖一个小洞 然后放个螺丝进去 那好像一定会很痛 可是其实就现阶段的医疗器材来看的话 因为医疗器材越来越精致 医疗器材的那个材料的眼镜跟材料的设计越来越发达 所以在我们口腔内施作这个直牙手术的过程中 其实疼痛感已经可以减到非常非常的少了 几乎不会痛了 还是会有一点不太舒服 但是就跟以前比起来材料进步 应该是病人大部分这个痛就跟拔个牙齿的感觉 对 其实上就是会有一个伤口存在 但是他不会对让你造成说非常疼痛的感觉 所以大家其实是以前对于看牙那种阴影太大了 我想应该也是 就是以前真的是不可预期的疼痛 造成很多病人心里面的 就是还没看就先痛了 对 会有这个状况产生 是 那如果说真的装了假牙或者是直牙的话 这样子长辈朋友在饮食上面要特别留意吗 饮食上我想如果是固定式的牙齿 原则上吃东西 只要你的齿槽骨的状况是健康的 不管是一般的假牙或是直牙 饮食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最主要还是在于清洁保养的问题 你的饮食饭后的刷牙 或是漱口水的使用 牙线的使用 或者是牙尖刷的使用 或者是甚至有些展辈他会带活动式的装置 就活动假牙 你是不是饭后有把活动假拿下来清洁 或者是泡一些所谓的杀菌钉 这些都会造成你的假牙 或者是你的活动装置上的一个清洁上的考量 所以其实装了假牙之后 它的清洁上会比我们增牙还要来的麻烦一点 那是活动式 但是一般固定式的假牙 我想应该就是跟增牙一般清洁上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饮食上不用特别去避掉什么比较硬的 或者是比较酸的比较辣之类的吗 其实我觉得还OK 因为现在材料进步很多 然后只要它的做假的过程中 它的材料不要太差 或者是它在装袋的过程中是密合度是好的 那我想这些都OK 正常使用正常吃 当然你不可能特别去要试这个假 特别去咬很硬的东西 我想那是没有必要 只说你正常饮食状况来看的话 我想就都OK啦 台湾的医疗很先进 OK 没有问题 那在我们上一段节目当中 其实林院长有跟我们聊到 关于牙齿问题在社交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困扰 那就是讲到了口臭这个部分嘛 其实这个问题算有点害羞 中高龄朋友尤其长辈朋友 可能讲到说自己有口臭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可是就真的很多人拥有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帮听众朋友来问一下啦 如果说呢这个 呃 讲背朋友有口臭问题的话 应该要怎么样的来做改善啊 呃 然后有一些树果水啦 然后定期检查 嗯 那你没有抽烟的困扰 那我们 然后也没有所谓的冰南的饮食上的困扰的话 嗯 然后也不要吃 或者是你吃的太辛辣的食物 嗯 你可以赶快去做清洁的动作 哦 那只要是你的牙齿是健康的情况之下 我想这些状况都会慢慢的改善 嗯嗯嗯 所以其实还是清洁的部分啦 对 清洁做得好 然后你的饮食习惯有调整 然后你不会偏到哪一类的食物 嗯嗯嗯 像有些年轻人或者是有些年纪大比较大 他喜欢吃辣的 嗯 或者是喜欢吃比较咸的食物 那这些都会造成在口腔里面会有味道的堆积 嗯嗯嗯 所以保持良好的口腔清洁习惯还是最重要的 嗯 那其实我们常讲预防剩余治疗 如果说长辈朋友平常就是想要做些口腔的保健的话 林医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要给大家 呃 长辈朋友的口腔里面 大部分都是绝大部分可能是活动式的装置啦 嗯 然后活动式装置可能他一代 哇一二十年都不会不检查 或者是不不换的 这太夸张了吧 反正有在用 我就继续用 他忽略了 嗯 或者是他的假牙 因为因为其实带活动装置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齿槽骨会吸收 嗯 齿槽骨吸收了 他的气密度或者是他密合度就会不好 嗯 那可能老人家不会觉得怪怪的 他可能就是继续使用 因为平常也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嗯 那可能整个牙齿 因为呃 以前我们的活动式的装置 可能上面的牙齿都是比较硬的 压克力素质 嗯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材料做的东西 他耐磨度没有那么好 是 那经过一二十年 或者是十几二十年的使用 嗯 磨损磨耗 都已经变形了 或者是吃东西 食物上面可能有金属损坏或干嘛什么的 嗯 这些 他都平时可能会忽略掉 哦 那可能他就是 呃 赶快请长辈做个检查 到临床上看一下 看他的活动装置啊 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问题 嗯 或者没有变形 有没有破损 然后也没有磨耗的问题 嗯 那这些都可以临床上处理掉 这是针对活动式装置而言 哦 那有些长辈他是做固定式的甲牙 嗯 就好像是直牙啦 或者一般的牙桥 是 那这些还是一样定期就是 呃 修上我们之前讲的 可能每三个月 或每半年 嗯 到临床的诊所端 做个简单的 或基本的清洁解牙的动作 嗯 呃 超一波的洗牙的动作 或者是需要打亮 就把它抛光打亮的动作 这些临床上的器材 应该都可以办得到 哦 那主要还是就是 真的很担心的就是 三个月 或者是每一个月看一下 嗯 这些都是可以处理到的问题 哦 所以其实医师在临床上面 常常遇到 这个病患就是 假牙很久很久很久 都没有来检查 哦 很多 尤其是 好啊这个也很多 他们一代就是 呃 就是一二十年 那平时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习惯 哦 就没有这样子的观念 对对对 这样的观念啊 可能忽略掉了 或者是他觉得 反正平时也不痛 嗯 我就继续使用它 是 那其实透过今天的节目呢 也是 呃 要告诉大家这个观念啊 真的牙齿就是 你爱去保佑啦 不要这样子 拖这么久 对对对对 然后都没有去检查 那有什么状况你也不知道 那其实 这个对我们身体上的影响 是还蛮大的 对 嗯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 林医师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建议 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 呃 基本上对口腔保养问题而言 以前啊 大家都很害怕 嗯 都很怕痛 对 怕不预期的疼痛 不过要鼓励大家就是 有问题要处理的 最好方式就是 面对问题 才是解决问题的 第一个关键 哦 口腔有问题的 赶快到临床上检查 嗯 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 看一下 然后请医师帮你做个检查 拍个X1片 看是不是你的甲牙 或者是口腔里面的牙齿 或者是使用上 因为东西只要在死 只要东西有被使用 通常都有可能会 磨耗的状况会产生 嗯 针牙或者是假牙都有可能 这是必然的 因为咀嚼过程会磨损嘛 嗯 或者摩擦 这一定会有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其实 很简单 而且现阶段的医疗技术 包括医院诊所 可以给你的医疗设备 嗯 我想都已经是非常的先进 嗯 那可以降低病人很多 疼痛跟不适的感觉 哦 对 然后当然还是在鼓励 鼓励我们的患者 站在鼓励的角度 的医场上来看的话 嗯 就是还是请他做检查 对 然后不要太 不要太担心 其实应该就不会对说 呃 他已经全口都没有牙齿了 或是他的年纪为大 牙齿一颗一颗的被减少了 嗯 的状况 他的心理负担 就会慢慢减少 那原则上 他就很OK的 很安心了 嗯 对 口腔健康就可以非常好 这其实简直是人生关了 面对问题 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解决问题的第一个方式 对 是 那我们今天呢 也非常感谢远东牙医林梦如院长 在我们节目上面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么多 其实呢 也是要告诉大家啦 不要总是拖到最后 才去注意我们的牙齿问题 那在任何方面都是一样的 是 那我们今天呢 再次的感谢林梦如院长 谢谢 谢谢